大家好 我們又見面了 是否很驚喜呢 是嗎 早開球呢 你知道為何這麼早開球嗎 外面天氣很冷 回到酒店舒服一點 開了這個溫氣 人也鬆爽一點 可以穿一個短暫 起碼我們都是熱帶人 來到冬天的地方 無從適應的事 搞到我們喉嚨都乾乾的 而且整個隊伍的人員 有少部份的人都不舒服 我告訴你 現在外面是多少度 零下十度 現在外面是零下十度 零下十度 所以剛才我們出去的時候 原本是很早開球的 有一間廟叫做聖母廟 真是靚 靚到臂 我告訴你 那些廚頭全部都有龍 一些盆子的 是很靚的 幸好今天有開放 平時又沒有什麼開放 那麼我們有緣呢 我們去到祈福 祈明年鼠年的 屬龍的朋友 最重要 今天講龍了 那麼說龍來講呢 在十二生少裡面 是會飛的 海陸空 三樣東西都可以 我告訴你 它沒有翼的 但是它可以飛的 OK 那麼我們今天呢 先講多少 我們講人際關題 好不好 那麼今年呢 在鼠年裡面呢 屬龍的人際關題呢 尤其是做生意的朋友 龍呢 和鼠呢 可不可以 配合來做朋友 做生意 是非常可以的 因為鼠就是水 我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我這裡抄了很多 寫到很多 哇 寫到我手都軟了 天天這樣搞不定的 鼠是冷水來的 我跟你說 你看我寫到多少 真是多 我看到我自己都眼了花 我寫到很多 我寫到很多 但是呢 我抄不出來 我為了我放一本書 我跟大家 聊一下 看看 看怎樣 好 OK 龍呢 就是土來的 我跟你說 很多東西 好 是羊土 龍是羊土 啊 啊 啊 天君 是 率氏啊 我跟你說啊 啊 啊 OK 好了 今天呢 和大家講啊 龍和鼠好不好啊 會不會成為好朋友呢 是可以的 能夠互相呢 都會欣賞對方 而且呢 屬龍的朋友 你會帶動到鼠 鼠呢 就是今年呢 就變成了冷水 就叫做水 水來講呢 配合到龍和土來講呢 就混合一齊的 兩個就是吉星來的 我跟你說 今年做生意來講呢 非常不錯的 好 那麼大意下來呢 牛呢 和牛啊 就是說你們啊 龍的人呢 和牛呢 做生意行不行啊 現在在說生意啊 做生意的朋友 和你們打工的朋友 做工的朋友 上班的朋友 你們呢 一時有些人呢 他是不相信這些 十二生肖的東西 但是有些人呢 他就會很相信 十二生肖的東西 其實在中國裡面呢 甚至乎在香港 台灣 新加坡 什麼地方都可以 在世界上呢 亦有很多人呢 都會相信 員工和老闆的配搭 和配合 他的生肖 和他的身沉八字 和他的運行 來配合 旺旺去 即是說 順利 這件事呢 很多人都會相信 這件事的 全部都是唯有一個字 就叫做順風順水 就是財 和利潤的東西 這樣呢 如果是說 龍和牛合作做生意 就比較艱難些做生意 因為牛 始終是牛脾氣 昨天已經說了 那天 那天說了 不是昨天 是說肚子 所以你們兩個做生意 你們呢 一定會磋商 要配合得很好 如果不是呢 哼 折批不是可舍 折批是私家 我先跟你說了 所以你們自己要小心 牛是不會關心龍的 表面上關心 後面不會關心 雖然是這樣說 但他遇上喜歡的人 他會特別關心 所以 牛的人 就是猶疑不決 你明白嗎 你們經常會做錯一些 傷害龍的東西 在後面 做壞事 做壞事 這樣呢 就讓龍 知道了你們的秘密 這樣龍是很聰明的 他看到了 他不會出聲 但牛呢 還是懵疑疑的 所以自己要小心一點 這樣龍和虎做生意 行不行呢 你們會成為好朋友 但是互相都會欣賞對方 你說什麼 就是龍說什麼 虎就說OK 虎說什麼 龍就說OK 是沒有問題的 這樣下來來說 你們合作來說 都會發生火花 拆出外花 還有感情的基礎 以及已經把你的生意 發展到淋漓進展 這就是你們要的東西 所以龍和虎合作做生意 是非常非常好的 這樣下來來說 尤其是男性 最佳的伴侶是什麼呢 就是拍拖方面 什麼是適合你們呢 鼠 吐 養 猴 是拍拖 夫妻還沒說 先搞清楚 那女性最佳的伴侶 屬什麼伴侶呢 就是鼠 虎 和雞 那待會我會跟你說 婚姻的東西 好如懷的東西 我會跟大家說 還有生意的東西 還有感情的東西 還有健康的東西 我都會一一跟大家說 龍在鼠連有什麼變動 是不是好 還是不好 還是很差 待會我會跟大家分享 那麼龍和兔好不好 你們會成為好朋友 兩個做生意是OK 但是因為少少的挫折 就搞到有多少不愉快 但是始終 兔會帶給龍的煩惱一時後 即是說長氣 我不知道你為什麼這麼長氣 在兔的立場來說 它不是長氣 它是關心 是關懷 你明白嗎 沒有緊張的龍 是龍不懂得做 不懂收風 不醒目 都不知道怎樣 我都不知道你想怎樣 龍的脾氣 你經常變來變去 很搞笑的 我告訴你 你這樣捉龍的心 捉不到 我告訴你 你省一點 明白嗎 OK 因為你們的性格 很混合 雖然你捉不到龍的性格 但是你們說的話 是比較混合 好起來便是唐癡鬥 不好起來便是水交油 井水交河水 明白嗎 海水交河水 自己性性定定 我告訴你 所以你們 在表面上 是可以互相幫忙大家 這件事是有目共倒的 是關於愛情 比較有多少 溜溜的 我告訴你 好 這樣下來 龍呢 就和這個龍 在一起了 兩個人會不會好朋友呢 是會好朋友的 但是兩條龍在一起 因為 是為了一點點問題 而搞到有一點點誤會 都會有這樣的事發生 當這條龍和另外一條龍 來配合 不管是龍男還是龍女 打個比喻 兩個人如果說得很清楚 大家都有默契 都會說 OK 不算前言的事 而沒有這個 隔夜仇彎 還有有多心去想 這條龍對我這樣 那條龍對我這條龍不好 他不會這樣去說 你明白嗎 他亦不會這樣去想 我先跟大家說一聲 所以龍的方面來說 雙方面去主打的目標 是一致的 而去想的東西 都是不錯的 我告訴你 如果兩個合作做生意來說 都會找到盆滿撥滿 我先跟你說 不理龍男和龍女 你明白沒有嗎 所以說你們 一時是衰什麼 好像說 我沒有什麼相信你的 一時又很相信你的 這個就叫做多心 所以熟龍的朋友 自己要注意 你千萬不要想這樣 多心 多心就只會自己死 如果是我小心來說 就沒有所謂 應該要說小心 你千萬不要多心 你多心來說 你搞瘋自己的 搞瘋自己的 我先跟你說了 這樣下來的 再下來 就整天 一時如果真的 是談不妥 搞不明白的問題 即問題解決不了 有少少誤會 也會令到有少少衝突性 這件事 大家雙方屬龍的朋友 不理男與女 大家盡量化乾乾為肉麻 盡量放鬆自己 不要想太多 明白沒有 OK 這樣下來 龍和蛇 會不會成為非常好的朋友 那我跟大家說 你們彼此都會很信任 我跟你說 蛇說什麼 龍就說什麼 但是沒有問題的 互相幫忙 互相共同進退 有什麼想給我看一下 我看你朋友有什麼 問我 那我一一回答你們 有什麼你們盡量問我 關於龍的東西 如果在十二生少年 還沒有關於你們的東西 我慢慢跟你解釋 如果我講了之後 麻煩你看回我的 早前的錄影 好不好 OK Yup Amber 你好 1976年 南龍和1981年 淚和雞配合 即將離婚 不是不可以 因為為什麼 龍和雞是很配搭 是因為 為什麼呢 雞經常做事 很衝動 自把自為 如果我說錯 不要見怪 好不好 沒有啊 有時雞的東西 就自己冷醒 就認為自己 所決定的東西 是對的 但是龍呢 是知道很多 雞的東西 但是呢 龍不可以拆穿 雞的東西 因為雞呢 都是很聰明的人 很聰明的人 就是他聰明 他會有多少 出了龍 所以令到龍 不是很喜歡雞 所以搞到呢 很多呢 就是矛盾 嚴重 所以你說 即將要離婚了 所以你們自己想 我說到 對還是錯 你們自己去 反省 調一調來 因為龍來說 都有他的主見 又是衰硬頸的 雞翼是硬頸的 好起來就堂癡鬥 不好起來 真是 打到連都會有 所以說 你自己要外執生 來 麻煩 所以說 如果是說你們 不要因為少少的問題 而搞離婚 如果真是沒有辦法 就沒有辦法了 沒有變了 是不是 就要簽紙的了 但是我認為 當年你們兩個 互相恩愛那時候 有多好 多爽 多過癮 但不要想到 為了少少的問題 一時說真的 雞有很多門字的龍 但是 龍一樣 很多東西都是門字雞 兩個都這麼厲害 你想怎樣 你們兩個 所以說 我希望 你們兩個 我不贊成你們離婚 有什麼錯字 慢慢談 如果錯字 談不成 便談 站著談 站著談 不成 便行自談 一邊行自談 一邊談 談一兩談 拖一下手 便搞定 對不對 對吧 所以說 雞好配搭龍 還有什麼給我看 如果有就拿給我看 沒有的話 我就繼續說話下去了 給我看看 我跟大家去分享 大家交流一下 什麼時候講接財神 等我講完這個十二生小 我就會講接財神 多少點接財神 財神在什麼東方 南方 西方 北方 或者東南方 什麼方向 我會跟大家講 三十萬 多少點接財神 我會跟大家去講 你明白好沒有 初九月怎麼做 我亦會跟大家分享 定點內 還有整個月 差不多整個月 過年 所以我不用驚 你給我一點時間 因為我要管 又要愛做工 又要愛寫稿 搞到我 1976年 龍 龍 事業很順 事業很多阻滯 事業很多阻滯 這個叫做1SK 1SK 是的 很多事業阻滯 你自己就要省定點 因為為什麼 一時你不會 聰明去軟轉 變化 你自己要執生一下 因為一直來 我跟你說 你是一個不錯的人 你做事是很聰明 但是上頭 你的上司看不到你 而且有小人在你的後面 在那裡 嘰嘰嘰嘰嘰你 這些小人殺了他 說笑 不是說話 都殺了他 這事講 盡量避免小人 今年熟龍的人 會遇到有小人在邊皮 在那裡連禁 在那裡吠 在那裡說話 會中傷了你 但是你不要理他 你靜 不動就可以了 這個劫子就可以化解 你明白嗎 你知不知道陳皮 我們藥材譜去賣陳皮 陳皮就是我們藥材譜 熟糖水 尤其是紅豆水 那種陳皮很香 那種 或者陳皮鴨 知不知道陳皮 熟龍的朋友 如果你今年 想避開小人來說 你要買一塊陳皮 它是成塊的 是金皮 我們來講 現在過年來 那些金皮 但是你要用乾了的陳皮 曬乾的 而不是鮮厚的 我待會先說 我先說 我先看 這樣陳皮 你撕一塊 放在黎士風 放在你的荷包 就可以化解小人 依然你要放米 放多少粒米 九粒米 九粒白米 放在陳皮一起 放在你的銀包那裡 你就可以避開一些險 就是小人的東西 如果待了之後 依然都是這麼多小人來說 你就要收口 你要收聲 為什麼呢 不要太衝動 因為人家向著 你衝過來的 你自己就小失應戰 如果不是來說 你真是傷了 整個背部都是機關槍的洞 我跟你說 好不好 來 給我看看 OK 蘇生超 淑寬 你好 南童署 即是男是鼠 淚是龍 將離婚怎樣搞 又一單離婚 你們搞不可以這件事 行不行 其實我跟你說 龍女很小器 愛子高 這個鼠男 衰硬頸 又是衰小器 所以兩方面 就為了少少的因素 長年累積 就為了一些問題的東西 家庭的東西 私人的東西 甚至乎 可能有 外面 又難逃發 而被其中一方抓到了 而搞得不合 為了少少東西 就搞針對 所以就會離婚 所以你們要小心處理 如果可以的話 你就買草蠻放生 盡量化解 放了草蠻也不行 都是認命 明白沒有 自己要看 真是事態嚴重 可以過來會所找我 我可以教你怎麼化解 我給你意見好不好 OK 我們講到哪裡 龍頭蛇講了 這樣龍頭罵 做生意會好不好 很艱難 艱難些 但是一些朋友來說 同罵做生意就不錯 所以兩個都很配搭 很開頭 衰收尾 為什麼呢 一時罵不醒目 不夠穩定 所以令到的龍 就很憤怒 就會針對馬 你明白沒有 所以 因為龍一直不喜歡馬 知道怎麼說 懶得 自我為事 你明白嗎 所以令到龍對馬來講 就有偏見 和心記起一個仇恨 就是馬做過一次 衰的事 做錯事 他永遠都記起馬 曾經做過這件事 就是這裏 衰這裏 所以來講 弄到龍會為馬 付出很多 和幫他分享很多 幫他走好路 但是馬 是不聰明 我不知道你搞哪科 搞哪春夜 你想怎樣 不要玩 好不好 好 這樣 如果不是 你們兩個 就是不歡而散的 龍永遠都會爭馬 我很怕用 OK 龍同樣做生意 行不行 可以成為情同手足 私底下 情同手足 伙伴上 是一個好拍檔 兩個都不錯的 是非常好好的 所以你們 互相欣賞對方來講 和尊重 會建立一個很久很久的 友情 所以兩個做生意 是不錯的 我先跟你講 龍同侯呢 可不可以成為一位 即是說兩個拍檔 會成為一個 好不好的partner 是非常非常可以的 因為侯 是黃龍的 兩個配搭來講 是純風純意的 和純水的 所以自己要收拾 好 所以你們 都是互相 坦白說 不要聽 是配合 但是有些人說 互相利用 粗俗一點 就說利用 斯文一點 會互相配合 所以熟龍的人 在今年裡面 在鼠年 是非常不錯的一年來的 但是有小人在鼠 所以要隔外留神 那麼龍同雞 龍同雞可以成為好朋友 但是可不可以成為好夫妻 就是剛才我所解釋的 你們為什麼要搞離婚 就是因為雞是很厲害 經常做些不等小的事情 在後面影響到龍對你的懷疑心 而且龍一時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雞一樣不拖龍 所以雙方面都很矛盾 好起來就真是好 不好起來就很多問題 所以你們兩個都是普通的煩煩之交 比上不足就比下有餘 先說明 而且你們不可能會成為好心的友誼 只是簡單一點 無默契 無投機 就是你們的弱點 OK 雙方 如果是互解就最好 這樣 跟這個狗 可不可以 你們很難成為朋友 因為我告訴你 狗不是給你面子 他一時去不給你面子 我告訴你 所以狗經常 你搞到跟龍 因為很衝突 龍說的話 狗不聽 一次狗說的話 龍又不聽 不知道你們兩個怎麼聽 所以搞到兩個有衝突性 不過很快就會和好如錯 做生意的方便 所以說自己要執生 下來和龍和豬做生意怎樣 平平淡淡 但你們的溝通來說不錯 因為龍是很愛愛豬的 但是豬一時不懂得做 外面有很多朋友 屬豬的朋友有很多朋友 朋友不來 可惜這件事 朋友滿天下 但資深的朋友沒有多少個 你今天看到他和這群人一起 可能六個月之後 去換了另外一群人 就是豬的性格 會遇到這樣的矛盾 所以你們兩個 不會付出太多的感情和時間 所以我要記持 OK 這樣下來來說 如果你在生日的 在2月4日之前 我告訴你 立春的時候 你們的生肖應該是熟兔 記得 2月4日之前 如果有寶寶出生 我們叫騎年 就是熟兔 不是熟龍 記不記得 生肖決定的太陽 立春的時間 和龍力新年裡的時間 是無關的 收到 OK 我告訴你 龍在今年 是非常不錯 剛才我跟大家說了 龍是海陸空 三棲的動物 OK 可以 能飛天 能在地下 也在水游 我告訴你 所以說 亦在魂巫之中 有神秘的護力 和威嚴 我告訴你 如果是你的權力 亦是有權力 亦是有智慧 屬龍的朋友 你有這樣的權力 去做好你的事 如果你是有用心的 你會達到你的願望 和你的要求 這樣 龍 今年 是屬土 是羊土 太陽的羊 是羊土 記著 不是我們吃的羊土 沒有死蠢 你們這些人 收不收到 記著 鼠是水 龍是土 我先跟你說了 金木水火土 你要先搞清楚 這樣 龍又帶到陰水 有陰水和陰木 龍在今年老鼠年 有陰水和陰木 它可以吸入大量的水 龍今年屬木的東西 就可以吸入大量的水 因為沒有水 龍一定有水 有水就必行 沒有水 我先跟你說了 所以吸到水 八字五行學裡面 稱呼為水庫 什麼叫水庫 就是銀庫 金庫 錢庫 庫 不是庫 不要脫庫 是庫 水庫 財庫的意思 所以老鼠是一個很敏捷 機靈的小動物 它不會飛 它是捐來捐去 走來走去 活動迅速 非常快 你想捉它捉不到 拿老鼠龍 老鼠膠 就肯定捉到它 你明白嗎 一定捉到它 它是很精明的 而且它會變的 隨機應變的 老鼠的人 我跟你說 不過很厲害 善解人意 所以老鼠 屬於陰水 你明白嗎 這樣陰水 變成爐水 不是花爐水 是爐水 是毛水 爐水 你明白嗎 可以形容為小河 和小溪 和求雨 我跟你說 這樣陰水 是冬天之水 我先跟你說 冬天之水 今年較為寒冷 所以今年我現在在中國 都非常寒冷 我幫我順便過來做工 順便轉運 反正也是 如果不轉運 就暈倒倒 這樣陰水 就流入了水庫 流入了水庫 裡面 就會純水 就是積財 聚財的意思 聽清楚 我慢慢說 這樣 水庫 都會慢慢 都會變成寒冷 和寒冬 和寒涼 你明白嗎 就是龍 十二地支的神 神士 神 鼠是子 神與主 兩個配合八字 學中 相遇 合成 變成水 水 水 就是money money is the king is the power 如果沒有money 我都不知道怎樣過日子 你都一樣 人為財 好 好 鼠和龍 都可以做領導者 明白嗎 來 給我看 有人問我 好 我先做個記號 我自己弄烏龍 來 給我看 叫什麼名 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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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阿龍 為什麼收不到錢 一有錢 就會有不好的事發生 怎麼做正收到錢 這麼簡單 你都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你收不到錢 因為對方沒有錢給你 所以你收不到錢 第一 第二 對方有錢 不會給你 因為你的態度 跟你說 一時候 不要語氣太過重 要用溫柔些 用來一個軟轉的方式 就會收到錢 不過老實說 對方有一部分 如果你做生意的人 他因為他的生意不好 他不是沒有錢給你 他不想給你 自己要收到錢 你明白嗎 所以說 如果你一有錢 就不好事會發生 來講 就是看你怎樣去運作 放下生 做下善事 不需要帶什麼水晶 帶什麼馬路 帶什麼葫蘆 你省一點 我跟你說 這些東西 寧可順其幼 不可順其無 有很多人帶了 依然是沒有見效 而且你們很喜歡 帶皮丘鏈 帶下去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帶的 有些帶了下去 就不錯 有些帶了下去 依然都是這樣的 不過 你還是不要太過衝動 因為我看到你的人 比較衝動性 所以就有不好的事發生 每次收到錢之後 不介意去放雨 不要放獎 放獎會帶走你的財 放雨如如得利 收不收到 放龜不適合你 你放一個龜 生意不會走 我跟你說 先 放草猛呢 一樣是不行 即是說草籠 收不收到 所以自己要注意一下 OK 這樣 你們一樣是有一個抉擇的 做什麼都會抉擇的 我先跟你說 所以你們可以作為領導者 熟龍的朋友 自己執生 但是你擁有權勢 你們和鼠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叫做互助 大家互相幫助 和交換心得的東西 大家都很有頭漆 也很有喜歡 我要的東西 大家都明白 和頭漆的東西 都會更加有共識 龍的水庫 是在廚藏浴水 老鼠的是露水 浴水和露水 兩者之中 或者小溪的東西 如果是說 流進去之後 對鼠進入水庫 一去就不翻 自己執生 對龍來說 就大把擁有 財富的東西 但是對鼠的東西 就會一去就不翻 我就擔心這件事 對鼠就沒那麼好 反而鼠會幫助龍 提升他的財運 在新的一年裡 在龍 在這個鼠年 都賺到很多錢 但是你也不要那麼得青 不要那麼開心 都要去放生 待會我會跟大家去說 做一下功德 第二 有鼠和他相回來說 龍會得到鼠的智慧 會幫助很多推動力 因為龍是屬於土 今年是龍是屬於土 你明白嗎 鼠是屬於水 土黑水 鼠就是有龍的財星 所以老鼠如果你要大把錢 你愛錢財愛順利 你一定要愛同龍配搭 那龍就是你的財星 先說明 這件事 很多大師都不會解釋 這麼清楚 這麼明白給你聽 因為我就是讀這條 這條招 讀到我頭都大 我寫下去 計計計 不是叫讀 計計到我頭都大 又要去想 又要去推算 又要計算 你明白嗎 所以龍是老鼠的官星 就是貴人星 你明白嗎 所以又是復星 所以在新的年裡 2020年 這個鼠是白鼠年 我先跟大家說 來 有甚麼給我看看 所以很多都不知道 就是說金鼠 金鼠 明年是甚麼鼠 明年是金牛 又說金龍 又說金龍 不是呀 明年是白鼠 鼠年 白鼠年 OK 叫甚麼名字 How Li Yan How Li Yan 你好 師父 我的房子是向東南 OK 做頭是向西南 OK 會是大忌嗎 這間屋的風水不錯 為甚麼呢 今年的財神是西方 西南方今年有大財 但是呢 亦會流財 兼有少少破財 亦會得財 又會敘財 又很欲懷 所以說這間屋是不錯 前面的風都很涼 尤其是過了中午的時間下午 你的門口的風吹進來 都頗舒服下的 你明白嗎 不會大忌 是白武禁忌 收不收到 做頭向西南 是沒有問題 如果是說你認為不好的事來說 你不要聽人說 又要改除房 又要拆除房 因為很多大師叫你拆除房 又要裝修 又要改裝 浪費一筆錢 為甚麼要這樣搞呢 為甚麼不能用最簡單的方式來破解呢 這樣大家是不是很想破解呢 如果是說不對的 有些人就說 門口不對 要撲過去 要向斜35度 32度 45度 那門口是斜的 但是它的格局是四方形的 你明白嗎 真的改了門口會這麼順呢 你不要忘記 你整間屋是一個方形 你就是改了門口在哪裏 你整間屋裡的誤行沒有改 你說財是否能進來 你問你自己 所以很多東西 如果是說灶頭 真的不刺利的話 你擺一個最經濟最便宜的 拿自己做也可以 拿一張紅紙 剪圓去寫個福字 貼在一個灶頭那裏 因為你有什麼炒菜 那個灶頭 那個灶頭 那個罩爐那裏 在牆上貼一個福字 福到 便是財到 人家都說的 福大命大 有福破解千壽 解千關 解萬關 不好的東西 就是你用一個福字 貼在那裏 只有五毫子 如果你要漂亮的 去店舖賣的 或者是神料店賣的 紙貸店賣的 都是依然有 寫揮春寫個福字 貼在那裏便解決了 用什麼改造頭 不行 改下去要幾萬的 你想一下 所以你們自己 要省定些 不好是有改 不是有改 房子已經設計得很漂亮 甚至會 發展商買回來 已經是很好的 你這樣去改一改 不是護理彈道 你說自己 對不對 你自己想 是你死蠢而已 改 有什麼說錯 不要乖 來 給我看看 張秀燕 張秀燕 你好 師傅 我是1976年的龍 和我老公1972年的鼠 在一起做生意 為什麼一直有小人在後面 來找麻煩 一句說話 他妒忌你們 你們的生意不錯 他妒忌你們 所以我一直來 我跟你說 龍 一直來 一生之中 你不可以有小人 在那裏從中作梗 在那裏搞搞真 就沒有光顫 你當他死的 不理他的便可以 不過你這樣問我 一直有小人在後面 找麻煩 你就要破解 如果你是開門做生意的 你知不知青檸 孫金 你們很喜歡用來洗澡 人家說行衰雲 去洗澡 去大臣 如果是雲風不好 拿些鮮花洗澡 但是我不是叫你洗澡 你不要誤會我的意思 你拿青檸 有些是麻煩金 有些是檸檬 檸檬是黃色的 不是那種那種大粒的 你是找孫金 我們叫青檸 那你拿個青檸 你放在你的櫃桶那裏 等到它乾 放到它乾為止 麻煩 那這個孫金 這個青檸 就可以幫你破財 破了不好的東西 不是破財 破小人 你明白沒有 所以那個孫金 如果你擺得來的櫃桶 它會乾水 去乾水 如果是去發毛的 是一件好事 為什麼 它幫你破了 如果是說它沒有發毛 我們放來了 它會乾枯的 去乾了枯是很漂亮的 這樣就沒事 就穩穩定定 不妨試一試 好不好 如果發毛 你就知道很多東西 幫你破解了 你試一下 因為很多人都不懂 但自從我教了別人 很多人都嘗試一下 試一試 沒有所謂的 不會吃虧的 反正我現在開波 我和你們聊天 我是沒有收錢的 我是和你們分享我的心得 和我幫到你們 是我的福氣 好不好 因為你外面見大師 又要付錢的 買這個東西 又要付錢的 買那個東西 又要付錢的 下都說錢的 是不是 所以說 這個叫什麼名 大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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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我熟龍的 1952年的 露檢查又發現了 腦流 汽網 能化解 什麼叫做 發現了 腦流汽 有流 有流 你寫到流 有流 這樣我盡量幫你催谷 如果是老 有流 千萬不要吃醃的東西 醃製的東西 和沒有吃藥材 因為很多人 尤其是子宮生 肌流 水流 肉流 因為我們華人很喜歡 用補品來補身 而拿藥材來補 因為你一補 裏面的細菌 和裏面的基因 就會變質 你補的時候 你的肌流 和水流 和你撈裡面的流 吸收了補的東西 它就慢慢 越來越大 這件事很多人都明白 有很多人都不清楚 所以我希望 最好就是檢查醫生 明白嗎 如果你不戒口 你的流 就會越來越大 定了個神經線 局部就要開動 就會影響到人的健康 我先跟你說 所以很多人 不清楚這件事 所以如果你們身體 如果有癌症 打個比喻 如果有生的子宮流 肌流的東西 你們千萬不要去 隨便吃藥材 補品不是給你補 是給你調理 沒有問題 如果你的身體 是可以的 是虛弱多少 你可以調理 用甚麼來調理 是很簡單的 你們知不知道 炮心 炮心 焗水 簡單點叫做補氣 人心 就是補心臟的 你可以人心 和紅棗 兩樣東西 用來燉雞腿 一時你們都可以燉白鳳丸 女人的東西 但白鳳丸是有兩種 一種是整粒丸的 一種是一粒粒的 你明白嗎 好像保濟丸那麽小粒的 你們買大丸 拿水開勻去 然後你的雞腿就撕了皮 麻煩你 撕了皮 你拿來燉白鳳丸 和燉紅棗 燉下去多少個小時 是六個小時 一個月頭只可以喝一次 不可以喝太多 有些就拿來燉法國朗酒 法國朗酒我們普通有一個杯 我們喝咖啡杯那麽小杯 茶杯那麽小杯 一杯就是法國朗酒 這樣兩杯就清水 一樣是燉雞腿 撕了雞皮去 有骨頭在裏都無所謂 有骨沒有骨都無所謂 最好又有骨 明白嗎 但是肉不可以吃的 依然燉六個小時 我和大家先說 好 所以我想讓大家知道 所以要記住 那我講到哪裏 死火了 我慢慢再看回頭 唉呀你們問我話 我真是 唉 OK 我再看看先 OK 我講到哪裏 糟糕了 講到慶合合 我記得了 好 我再和大家講一講 就是這個 熟老鼠 這個龍 草這個鼠女 好不好 我和大家分享 唉呀 過得緊張 我先喝一口水 龍也有很多話 唉呀 我不知為何這麼多話 你們聽就聽 不聽就可以離場 最重要是happy 不過我和朋友說 和你們很爽的 我和你們分享 是我的榮幸 好 你們可以聽 亦可以去 若無順下 但是寧可順其有 不可順其無 又不要太過迷信 這些事情 不過人呢 是為了財 而拼命 這樣 今年 屬鼠的女性 和龍結婚 草了女鼠會好不好 是婚姻非常美滿 我先跟你說 如果是說你草鼠女 是說一流的 鼠對龍的事業 有很大的幫助 對龍十分崇拜 這是好事 你都會因為龍的成就 而感到很滿足 因為龍一直來做事 很有心得 也很有忍耐力 來拼命 所以令龍可以賺到很多錢 不錯的屬龍的朋友 下來的 如果你說 草這個牛女好不好 那我跟你說 不是很和諧的婚姻 雙方都會過性太過強 和太過高 而導致兩個人面左左 我不知道你想怎樣 有什麼好面左左 當初不喜歡 就不要混合別人 你們兩個 不要互混 還有朋友就算 但是你們為了一點點 這些人都會爭執我做一哥 我做大 我做話事 就像一家豬主 那樣 我持續 他又想持續 兩個人因為這些家庭的事 而搞到兩個人的感情 不是很好 所以說 你們會感到很艷 很癢 你明白嗎 但是你們又要爭 我不知道你們爭什麼 又沒有獎金 OK 下來 婦女 龍同虎結婚好不好 會比較理想的婚姻 是不錯的 而且長期生活 會使婚姻 會更加 來了之後 都怕會有影響到 有分裂 大家有各有的意見 開始好就OK 但是呢 就是有多少衰收尾的跡象 但是如果是雙方來說 龍 尤其是龍的方面 努力挽救 你們兩個 會在一起 如果不是 那就加了 OK 這樣下來來說 你儲吐女 是好不好呢 非常和諧的結婚 婚姻是不錯的 是OK的 兔在社交上 和很精明的 這是你的個性 和你的優處 和你的長處 但是你懂得認酬 不懂得交際 你明白嗎 這就是你的弱點 所以你對龍 都會有很大的幫助 和推動力 下來來說 龍和龍結婚好不好呢 這樣結合 大家雙方面都不是很愉快的 都是因為小小的東西 而令到大家有多小誤會性 所以這件事我比較擔心一點 但是 而兩個 強是 即是說 相對的 一時會對號入座 就不好了 這件事 自己要撿生了 這樣呢 說真一句 熟龍的朋友來說 很常常都 因為小小東西 會在那裡爭鬥 多多事故 搞到大家都互相 產生了很多煩惱 這樣跟蛇女結婚好不好 跟蛇女 龍和蛇女結婚好不好 是很理想的婚姻 而且龍是因為老婆的靚 反正呢 嘩 在那裡懶惱 叫我 我老婆很靚 很聰明 自以為是 我知道了 你老婆很靚 放心吧 沒有人追求的 但怕人追求 但你無法阻止別人看 你明白嗎 好 所以說 因此你會很煩惱 很擔心 很憂心 你人是在做工 但你心想著 老婆不知道有沒有被人追求 所以你要抓緊 小心點 要不然就走了 蘇州各項 沒有談 好 跟蛇結婚好不好 好 好理想的婚姻 我跟你說 而且龍呢 是因為老婆的美麗 而驕傲的 一樣樣的 這件事你自己看了 那肅罵的呢 就要注意了 難以長久的婚姻 而且兩個人呢 個性呢 是不和的 少少事就吵 但一部分的事 都是不錯的 兩個結婚 都是 雙促雙棲的 有些 但是呢 時間久了 會因為發生了 很多時候爭執 而影響到感情的 我跟你說 這樣跟楊結婚呢 好不好呢 跟楊女結婚呢 是能福呢 很幸福 生活在一起 是沒有問題的 而且呢 楊呢 和龍呢 因為她非常有她的意識 因為楊呢 很佩服龍 所以呢 都有她的意識 和潛意識的東西的 都是了解的 彼此對方的 好 而且呢 對龍的事業呢 會有很大的幫助 這樣下來呢 和淑侯的呢 結婚呢 好不好呢 天造地設 一對 天上優 地下優 還想怎樣 對嗎 但我不知道你們又想怎樣 但你們的共同點 是說我想買樓 她又想買樓 但兩個都會有個計劃性來做事的 是非常非常的不錯的 是天生的一對 我和你說 明白嗎 明白嗎 所以說呢 喉呢 可以呢 給到龍呢 所有的一切 這件事是必然的 所以你們兩個很loving 很爽 很過癮 而是令到很多人妒忌你們夫妻的 會招惹到白眼 和妒忌 和眼紅 會有人妒忌你們的 因為始終呢 屬猴的女性呢 是輔助老公 屬龍的人呢 就是生意蒸蒸日上的 這樣下來呢 和妓結婚好不好呢 這樣帶動到呢 有離於婚姻 而且呢 家庭的方面呢 會更加推上一步 推前一步的 而且呢 雞呢 看到龍呢 不是完全因為去愛龍 為甚麼 因為你的心想很多事嘛 因為你的心很花心的 所以你自己看 一時呢 你就很貪心的 又想要這個 又想要果弱 所以就花心咯 那麼花心做甚麼呢 OK 那麼同屬雞的女生 剛才我都說了 你們兩個呢 就是 都很花心的 雞的人 記得 同屬狗的呢 就不協調的婚姻 你們兩個結婚 經常呢 狗呢 就懷疑龍的 不知道做些甚麼的 經常呢 24小時呢 on tilty stand by 那隻眼睛呢 就是這樣 瞇著她 就像她看電話 就是瞇著她的電話 一時呢 就想偷看她的電話 看跟哪一個人聊天 所以狗就會有這樣 很現實的行為 所以你要檢點一點 不要經常懷疑心 但是呢 你會看穿龍的 想的一切的事 你的大陸感都很強硬的 OK 所以搞到那個龍呢 很不like你 很不happy你 很不happy你 你明白嗎 其實她很想care你的 你自己執生了 好不好 不要那麼多事 一時的東西 不要捉得那麼近 放鬆點 她就會對你千衣百順的 那麼下來呢 和屬豬的女性結婚 好不好呢 非常幸福的婚人 而且呢 豬呢 可以關心龍 和安慰的龍 嘩 真是爽 聽到都過癮了 真是還想怎樣啊 你們啊 對嗎 好了 下來呢 就講人緣了 我就跟你講一下人緣了 OK 鼠和龍是冷水 我老實不怕說 鼠就是陰水 和龍的羊土是合夥的 兩個配合就變了火的 那麼龍在鼠聯的活動是很多的 交際應酬都特別多 是大家很喜歡找你 聊天講話的人 很喜歡大家 埋你的身 埋你的堆 你很受人義務 你明白嗎 還有找你做對象 所以自己執生一下 人緣呢 真是黃成 今年在鼠聯 屬龍的朋友 我跟你說 所以你自己看看 今年會有很多桃花出現 漂亮桃花 嗯 還有什麼 讓我看看 我再講一下 叫什麼名字 Joanne Drew Joanne Drew 師傅晚上好 你好 我是1979年熟陽的 早三年前腰骨開過刀 但是現在腰骨和腳已經沒有力 整個背後麻痺和頸部拉著很不舒服 要怎樣做 可以的話 讓人去拉一下筋 和放一下筋 因為你開刀之後 割斷了你的神經線 尤其是三叉的神經線 神經線就像頭髮那麼細條那些 不是大大條那些 好像我頸那麼大條那些 那些是大動脈 是那些小筋 因為割斷了小筋之後 麻煩你 它就不可以再復原 是我們要調整你的筋部 如果你跟鐵打師傅說一聲 他可以幫你調整 如果你去看鐵打 都是醫院不行 還有物理治療不行 你過來找我 做一次 你馬上可以見效 但是不可以斷筋 但是做多幾次來講 最少有八九十八才會好 你可以過來見我 你可以試一下 好不好 如果好 到時如果好 我們一起分享 和給粉絲聽到 很多粉絲都因為 你有這樣的原因 開刀之後 拔著一條筋 我們放了大筋去 小筋調一調去 馬上做 馬上見效 不用咬的 推動那些筋 那些筋一走 推動去 調一調去 你會馬上見效的 你可以過來找我試一下 一次就會見效 但是暫時未斷筋 要做幾次 試一試不放 好不好 還有誰問我 Sherry Chong Sherry Chong 如果她生孩子 要怎樣擺陣 擺陣 你難提好工 但始終難不到 你可以幫關閉借花 因為我都做很多 叫人家 教人家怎樣 擺個架花 擺一個生孩子的位置 到時你拍你家的照片來找我 我會指點你怎樣擺陣 好不好 這件事不簡單的 我會和你分享 來還有 Jesica Lou Jesica Lou 你好 你是1970年熟久的女兒 從五月到現在 我看了很多醫生 中醫師說我的腳都不會好 從大腿到腳都會麻痺 因為你的血筋塞了 如果你照Sherry Chong 醫生說你沒有病 我講真一句 因為這條筋 是在旁邊下面的這條筋 你可以用手摸一下 這個腳底這個位 看不看到 這個位 我很斜的 看不看到 很噁心 這個位 你拿手摸一下 有一顆東西 有顆蛋 就會塞了你的腳跟 你又會麻痺 就像手 我們會麻痺 是因為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來 這樣去捏去 這樣搓去 不要用那麼大力 有空就捏下去 有空就捏下去 你的手的麻痺 就會通的 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裡 你這樣 你外方放直 你就按到這顆東西 但是你放淋多少 你這樣把手摸多一點 你這樣推它 條筋會軟一點 你推它 裡面是一顆顆聲的 就是證明你的血筋有塞 但是看醫生 按照X光 按MRI都說 你沒有塞的 很神奇 但你摸下去是一個東西 但你的腳 就是你膝頭肝的後背部 那個彎位那裡 腳的彎位那裡 就是有一顆東西 那些東西塞了 如果你找不到別人推來講 找不到別人做來講 你過來 我幫你推動那些經脈 一推就馬上見效的 好不好 OK 下來的東西就是講 嘩 嘩 好冷啊 我都流鼻水了 OK 那麽龍呢 今年呢 人緣呢 就非常黃的 我和你很黃成的 今年 新的朋友會認識很多 自己生 真的認識很多 我跟你說 那麽人脈的關題呢 很紮實 認識很多美女 美女 我和你講 你如果不把握機會 真是走了 活該你死的 我和你講 今年很多美女出現 看到你口水嘀嘀嘀嘀 我和你 你眼睛 都抽筋 自己生 那麽龍遇到龍呢 朋友呢 聊天呢 友誼的場合呢 非常好友誼的 非常好友誼的 你明白嗎 常常談 談什麽呢 怎麽投資做生意 熟龍的人 就是好在這裏 常常說我做生意 但有些人 只有我講 不要去做 你明白嗎 他有錢 不知怎麽投資 所以說你自己要看 有些沒錢 在那裏投資 但他在那裏等機會 在那裏等機會 聽不聽到 有機會到 你就要把握 就要怎麽投資賺錢 龍是有這個意思的 還有這個思想的 我跟你說 在鼠年裏面 可以投資 我跟你說 盡量投 因為現在的時候 現在的經濟很低迷 是入貨的時候 當機會好的時候 你放出你就有錢賺 你明白嗎 所以從事業工作來說 你都會常常盡興而歸 所以我不錯 屬於今年的做生意 和人際關題 和交際的東西 都會比平時 旺年2019年 和2017年 2016年 都很多 和2018年 所以自己執事 明白 那下來 我想說 就是 龍女嫁給 這個十二生肖的藍鼠 會好不好呢 我先拿開 繼續接下去 還有什麼 OK John John John什麼 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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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因為我的眼花不是很好 因為我沒有帶你這個老花 我是八七年的兔 我老婆是八八年的龍 她的脾氣好嗎 因為為什麼 你知道為什麼沒有 John 我跟你說 兔仔愛人哄 你不哄他 這傢伙就發瘋了 不要罵我 兔女 我又說那句 因為我背部都傷了鋼板 不怕你機關槍 不怕跟你說笑 OK 這樣 你的脾氣不好 你將就說 為什麼 龍呀龍哥 因為你 經常做一些 衰衰樣的事情 鬼鬼書的事情 她就對你不過癮 就誓你了 這樣幾乎每天吵架 當然 因為你看到的兔 兔女很討厭她 為什麼 她那把口 聞到你 長氣到 真是頂不住 沒有劇 找鞋子 走 你不走 我走 不過你們好起來 真的好 我先跟你說了 而且 要怎麼化解我和你的問題 就是雙方的脾氣 將就 互相容忍 就可以化解 其實龍 是很喜歡兔 是很愛兔 兔 也是很欣賞龍 是因為龍 經常做一些 過分要求的事情 而令到兔的嘴 在那裡 不知道說什麼 搞到龍很不喜歡 自己看看怎樣 收不收到 OK 還有沒有 來跟大家分解一下 叫什麼名字 李 李 李 你好 師傅 什麼時候開始問事 問得好 我這兩天要回馬拉 我要回馬來西亞 因為為什麼 電話多到爆 問我什麼時候開市 我看應該多幾天 好不好 因為我現在 大陸這裏 我走幾個地方 做事 做工 因為當地的人請我看風水 我要辦事 順便有時間空檔 就轉校雲 因為中國 我來了三十多年 很熟 四處都走 我有很多客人在這裏 所以我走到來這裏 年尾我就過來這裏 順便轉校雲 如果你有什麼問我 我來講 多幾天 住我的官方的望子 好不好 不好意思 OK 好了 那嫁給個男鼠好不好 因為淚的 淚的男性 聽不聽到 嫁給個淚龍 龍女 嫁給個男性 老鼠好不好 這樣都是很幸福 婚姻 說真一句 就是了 重於 鼠對龍來講 整天搞到他 來講 看看 很爽 很甘 真的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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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爽 為甚麼 因為老鼠會哄它 很滋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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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你說 因為鼠很爽 是龍色天璣和時機的 這樣跟熟牛的男生結婚好不好? 龍女 我跟你說 就不易結婚了 我跟你說 因為龍有時候很愛演的 自己就得意忘形 龍一時會這樣 有受到少少的東西 看到多少的小功夫 小兒子來說就會耍功夫 你明白嗎? 這樣牛又很生氣他這壞事 那你就自己檢檢一點 龍一下龍哥 不是龍哥 牛哥 我跟你說 龍女嫁給你就是生氣你這件事 這樣嫁給虎是好不好? 虎男是非常幸福的婚姻 而且龍會對虎的事業大有幫助 還有增加他的信心 所以我們自己要看 你們要聽清楚 龍會相當很厲害做家務 而弄得兩人不會感到很慘 很煩 下來龍和龍結婚好不好? 龍女嫁給龍男 不是說很適宜結婚的 我先跟你說了 而且兩個充滿了想像的東西 在一起的東西 兩個都是這麼堅強的 你想一去都是想一的 不會其中一個是想二的 所以如果其中一方是贏了 其中一方都不爽的 你明白嗎? 一時衝突在所難免 這樣嫁給蛇男好不好? 結婚之後是不很happy的 因為他們的龍特別討厭蛇 鬼計多端 古靈精怪 很容易襯身裂痕自己執生 這麼熟罵的 嫁給蛇男 是怎樣呢? 婚姻並不幸福 而且蛇還是自我為忠心點 這件事就要檢點下 而且經常冷落龍女 你明白嗎? 經常跟外面的女人聊天 就冷落自己的老婆 不要這樣啦 說笑吧 OK 下來呢 嫁給這個 嫁給這個楊嵐好不好? 都是不適合在一起 都有很多問題 因為楊根本不知道 如何去滿足你的 要求的心態 要求的東西 你要求很高啊 龍女 她的楊什麼都很慘 很淒涼的 這樣下來來說 嫁給一個男的猴男好不好呢? 嫁給一個猴子 相當和諧的婚姻 而且龍對猴都很滿意 猴女對龍男都很滿意 你明白嗎? 所以說 以一個猴男來說 整天偶然之間 都會感覺到對龍女有多少失望 但是什麼事 大家心照 不用我說 OK 但他不會讓龍知道 他在想什麼 非常高招 都很絕效 好 自己心生 這樣嫁給熟雞的男性 好不好呢? 這樣 很幸福的在一起 生活的 但是龍必須有一份 可以 有一份高尚的職業 這樣 這個雞男來說 就會爽你的 龍女 收不收到 這樣嫁給這個狗男好不好呢? 龍女 這樣就不是一個很理想的婚姻 而且狗 不會盲目去追求目標和目的 所以搞到龍就很不滿意 熟狗的人不懂得做 你要懂得做 他就會 How do you do? 你明白嗎? 那你兩個就會做 所以自己要醒醒定定 熟狗的人都要看龍的臉色 但是龍不會看狗的臉色 所以兩個互相配搭 可以有計談來說 是相當不錯的 除非你說的話不爽 那條狗就不斷廢你了 你自己執生的了 龍女 好 這樣跟豬男結婚來說 好不好呢? 可以幸福地在一起 而且豬必須 都會犧牲自己的事業 你做代替的 哇 真是 龍女 你真是可以的了 龍男也好 甚麼都好 自己執生了 因為屬豬的男性來說 一時是比較脾氣 是比較怪的 所以龍女 你自己要看 不要太過分 因為豬會為你付出一切代價 這樣屬龍的 男性 在戀愛的時候 都有很多美感 和天性 我先跟你說了 而且你們的 即是說在一起的 合戀的人 經常感到很緊張 我不知道你緊張甚麼 為甚麼 拍拖而已 那麼緊張做甚麼 雖然對方的戀人 十分體貼 即是你的大領 十分體貼入眉 但是一時你們兩個 會雙方面的 屬龍男和龍女 一時很敏感的 你們每次都敏感 真的很警惕 你們 大家心裡知道 所以有時候 你們就鬧情緒 而且又要自尊心強烈 你們 屬龍的男人和女人 除了你們怕被人傷害之外 都怕傷害到別人 這就是你的好處和壞處 下來結婚 你們會 會多少孤僻 死氣沉沉 很孤獨 但為甚麼會這樣 不是壞事 是你們不想多事 我知道你們在想甚麼 情緒波動 你們是經常行風的 屬龍的人 龍男也好 龍女也好 經常行風 一時波動很大 我跟你說 一時遇到不開心的事 經常捱一套火 一套氣 回到你家就大發怒鬆 甚至在朋友的面前 都會給別人面色看 所以你朋友看到 今天風大 雨大 要小心 拿遮瑕疑 所以你們看 這件事是你們的不好之處 要多些改善 你明白嗎 雖然你們是這樣 但是你們呢 很樂於幫助你大太 做家頭細毛 你們煮食的一手 屬龍的人都很擅長煮飯吃的 都不錯的 對嗎 又是一個典型的標準的丈夫 OK 下來屬龍的人 適宜跟鼠 跟猴 跟雞的人相配 通常呢 不是很適合 跟狗 跟兔 相配的 這件事 自己收拾 好 這個我給你知道先 OK 接下來呢 我跟你說 說到健康了 在新的一年裡面 屬龍的人的健康呢 會好不好呢 在鼠年裡面呢 龍呢 會很得益 誰心所欲 健康方面不錯 而且呢 心情愉快 身體健康 沒有太大的問題 所以在新的一年裡面 雖然是這樣說 但是始終呢 你健康有多少問題 就要看醫生 沒有十全十美 都會有多少問題出現的 都要留神 不管什麼年紀的階層都好 屬龍的朋友 都要注意健康 如果有問題的朋友呢 就要注意一下 多些運動 因為呢 你們一生呢 就整天 這條痛那條不舒服的 屬龍的朋友 這個不算是老人病 上一年紀都叫做老人病 年輕的那些叫做勞動病 明白沒有 健康快樂呢 就這樣 隨便呢 就這樣渡過一年了 因為你今年的健康 在鼠年來說 是相當不錯的一年來的 好 鼠呢 是冬天之陰水 龍呢 雙俠呢 就是合水的 所以水呢 就像冰條的水一樣 又冷的 需要太陽光來保暖 要多些運動了 散步呀 跑步呀 打球呀 爬山呀 騎單車呀 那些這樣的東西 你八字呢 水比較多些 說真一句 水比較多些 不離於火的 屬龍的朋友 注意一下 不離於火的 要注意心臟在今年裏面 零零 零零 你好 我加拜泰國佛 我載的 我戴的是佛牌 可以放在神桌 如果可以來說 將佛牌可以掛上來 甚至拿個盒裝置去 因為一般的人呢 很流行呢 自己身上戴的誕戒 佛牌之類的 符章的東西呢 就很喜歡放在神桌的桌面 邊的角位那裏 就是最好 我們不尊重 我們的主神財那裏 和祖先 因為我一直來 我幫我們看風水 看很多間公司 我都看到 十個人 十家人 十家人都把佛牌 火雞呀 鑰匙呀 很多都放在神桌面的角位 是不好的 我們不尊重主神 和祖先 如果是可以的話 我們神桌下面有一個櫃桶 你可以找一個盒 一個膠盒 把你身上 你回到家 你除了一個佛牌 就放在膠盒裏面 就比較好些 明白嗎 要記載 我們表示尊重的 這個叫什麼名字 藥 藥 師父好 你好你好 我能幫我看 1988年的藍龍 和1992年的侯女 最後 龍男工作不順 幫幫忙 還有左手一席武力 一席武力來說 是相關了條根 我坦白說 調理回頭 應該大致上沒有問題 如果調理不到 手就會收縮 如果血氣匹通來說 就會收縮 影響到手武力 應該在後面 扁骨這裡 頂止了一條根 還有這個位置頂止一條根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所以頂止一條根 你的手 不能擔心 沒有力的 你明白嗎 所以說 工作不順利來說 就要麻煩你過來 幫幫手 就要過你回所 見一見我 我會教你怎麼做 好不好 還有什麼 這個叫什麼名字 煉湯 煉湯 你好 師傅 請問一下 如果身邊有兄弟姊妹 英靈根治 是不是會 導師 導致 導致 導致到財運不能 賺大錢 是啊 寧英的東西 你要回向給他 你明白嗎 如果你們拜寧英來講 你們如果說 自己要證明來講 可以燒賭給他們來講 你們要買這個往生前 往生前有兩種 一種是圓的 蓮花形的 一種是四方的 這兩種你都賣一點 接著一個是鬼仔衣 一個是七色衣 一個是金銀紙 聽到沒有 金銀紙 還有我們以前傳統的 五百萬銀紙細章的 還有買一個紙盒 紙箱 我們叫紙箱 沒有紙箱就有一個袋 他有出袋的 你又寫一張隱怒證 寧英很多人都沒有按名字 如果你自己按名字下去 就給了一個名字 小朋友 你要寫他的名字 即是說 不小心來講 或者是說自己跌了的小朋友 或者留產的小朋友來講 你呢 日子那裡 你就寫吉月吉日吉時 你明白嗎 吉年 你要這樣寫 幾多歲就寫大吉就可以了 因為寧英的東西 他跟著你 第一 是不是你的小朋友 你之前 你所死了 或者是甩了的小朋友 或者導致到流產的小朋友 或者是說 可能是外面的 有骯髒骯髒的東西 跟著你 他的說法做法不一樣 如果外面有骯髒的東西 寧英跟著你來講 你一定要找師傅去解決 找一些大師 去幫你化解 就OK的 不是拜神就好的 因為通常 那些大師 好像說我 我本身 我遇到有這樣的客人來找我 一直來都很多這樣的客人 遇到這樣的個案子 我就會將他 即是說 回向給寧英 因為我們懂得回向 你明白嗎 我們回向了 寧英不會跟著你來講 你做甚麼都會順利 健康 財運 人員 工作 甚至很多東西都會幫助到 來 還有甚麼 讓我們看看 令玻璃 令玻璃 你好 師傅我有個哥哥屬龍 自從 把媽媽的家 賣了之後 我們無家可以回 我們失去了聯絡 帶我四歲 我是一九六七年 想知道他現在的健康好嗎 我們計算一下 他健康是一般的 老實說 如果他在那裡是一般的 是不錯 那你就是希望 盡快聯絡給他 因為可能是因為 埋了一間屋 可能你兩姐妹來講 就有多少誤解 誤會了 你明白嗎 所以令到 就會這樣 OK 好了 關於這 健康 我講完了 說話不講多了 我盡量 長話短說 今年 有沒有官司在身 甚至乎 有甚麼官司 打的 會不會贏 在鼠連 我跟大家說 鼠和龍 相處 一定是一流的 難以爭執 是沒有爭執的 如果有新的叫分 如果龍 有新的問題 可能是金錢的問題來講 可能會引起了官司 因為財產的東西 而令到你們去上庭打官司 那你勝訴的機會 就肯定贏多過輸 你明白嗎 但我不是鼓勵你去打 我是鼓勵你庭外和解 如果真是為了錢財的來講 你去打來講 屬龍的人 機會很大 贏的 但是 官司可以贏 但是 會拖很久 這件事你要注意 但是 早日和解 比較好一點 OK 下來 有很多人問 新的一年裡 我想跳槽好不好 在鼠 在鼠連裡面 好不好 這樣龍都遇到水 遇到鼠來講 當然好 工作的位置出現了 這個機會會有很多 今年會有很多機會 說真的一句話 在鼠連裡面有很多機會 我告訴你 工作機會 一時 工作上 會找上門 找你去做工的 有人 就是 我們通常 我們去找工的 是 工作上去找你的 我告訴你 還有你今年會 升職加薪的好時機 還有準備 跳龍門 今年熟龍的人 藍與裏會跳龍門 會晶晶日上 有機會找到新的工作 有工作會找你 自己執生 一定會實現 一個二月 一個三月 一個五月 一個六月 一個七月 一個九月 一個十月 以及十月月 一年到晚這幾個月 都很黃你的工作 都很多新的工作 等著你去認證 甚至乎 你曾經認證了 或者曾經 入過信的 電郵給對方 沒有消息的 在2019年 可能會在鼠連 他會找到你 你自己要注意 好 所以說 這個就是迎接財官 叫做相傳其微 就是你的雲勢不錯 今年的六月 在這個新的公司做裏面 你一定要表現你的戰力 你的勤力 你的力度 去到哪裡 做足功夫 這樣用你的頭腦 你的才智 你就肯定上頭看到你 和老闆 所以你會大豐收 正性有 可以性任任何的職位 所以 除非你自己的信心不足 沒有辦法 比自己有信心來說 你一定有機會 今年 你有機會的 多少度 多少巴仙 最少有六十到九十個巴仙 今年要執生 這樣你不需要離開你現在做工的公司 一邊做一邊找 甚至乎 剛才我所說 你曾經 你傳了信去大間公司 去求職 因為沒有聲沒有氣 過了三個月 或者六個月後 他忽然間都會找你 所以你繼續 學習 再看一看 怎樣的時機 出擊 所以 天時地利人和的機會 今年就是鼠年 收到 OK 講回事業上的方面 在事業上 你的運氣十分的理想 是不錯的一年 雖然今年有很多好事來 一味道的 坦白說你會看到東西的 好成績的 但是你千萬不要得意忘形 如果你得意忘形 就會有時會變卦 一下子不小心 會令到你忽然間發生很多問題 所以你會隨機應變 就沒有事發生 這樣龍對自己的事業 你要求是非常高的 和完美的 這是龍的優點 因為龍中有陰木 所以你有這樣的機會 明白嗎 水就是代表鼠 鼠就代表水 可以生木 所以生木來講 鼠也是有在於龍的事業 和老鼠就是龍的財星 也是一樣 老鼠很會幫龍去賺錢 所以事業算是不錯的一年 你明白嗎 但是他們厲害 就是很厲害說話 善變的口才 被人誤會 是不出聲的 暗谷 沒有人知道的 在谷截的為甚麼 谷甚麼 放出來 你不說人家怎麼知道 不要死蠢才行 就好像我們的團隊有幾個熟龍 被人誤會 任何出聲 被人誤會 被人誤會 你真的要我 不是要反擊 要我講出來 是不是 你不喜歡 好用鬥狠 你不喜歡 你的人 但是你的感情 很有理性 你的頭腦 我和你講 但是你很生氣 人家很虛偽的動作 假情假義的人 你最 摘脫的 一時會刀難 你們很喜歡 不爽那樣東西 就刀難他 所以 你為了愛恨 你就會很執著 這件事 知道 OK 這樣下來來說 我和你講一下 在財運方面 坦白說 鼠是水 龍是土 是財星 對嗎 鼠年 你的財運 是相當不錯 還有投資 是好機會 財源 滾滾來 鼠年 是降了音覆 天降覆音 你明白嗎 如果降不到 你降 都是你自己 不夠時機 沒到 如果時機到 你一定會得到 印制是黃成 剛才我講了 財源是講盡的 龍是熟土 是羊土 OK 不是吃的羊土 是太陽的羊 離土的土 天降 是率時的 要是鼠 就是陰木 天降 就是葵五行學 明白嗎 五行學來說 兩個就變了火 火就是露鼠的財星 剛才我講了 我不太講了 所以你們 都是龍鼠會相贏 天賜皆牛 我先跟你講 你們大多數都會財雲亨通 少有 就是說 不靚的路走 不會有的 但是龍呢 得到這個人緣 就非常好 還有蔡賢 不請辭來的時來運轉 誰心所俗 我先跟你講 但是做什麼都要小心 什麼都不要太大意 尤其是夏天 流晨夏天 春夏秋冬 年未過後 你 即是說 6月 即是說 5月 6月 8月 9月 10月 這幾個月頭來講 你做事就不要太過大意 如果太過大意來講 就事情解決不了 明白 如果是解決到 就是可以解決了 一時的事 是非的事就難免了 自己執生 但是你有三台星化解 你不用怕的 你定一點來 你不用怕的 所以說 今年 你切切實實 不要支持 說 說那麼多 搞那麼多 守之為安 不要說那麼多 少人來你不可 這樣 最重要 你的吉星相對來說 比較少些 今年 但是財星比較多些 所以你自己要執生 全你的運勢就比較平平 沒有過大起伏不定的事 就不會的 今年 你放心 但是你的前途來講 如果你要發展來講 要更加努力 還有更加 就要有好的後備 好 這樣下來 屬龍的男性 因為很多東西 人家說 喂 今年的東西 屬龍的東西 配戴很多那些 葫蘆啊 那些 算盤的東西 金戒指啊 那些 還有那些 那些叫什麼 那些佛牌啊 紅寶石 藍寶石那些 水晶之類的東西 未必每個人都會適合 如果那些人是 這個 清真圖來講 還有基督教來講 還有天主教 因為他的宗教不一樣 那他不會佩戴我們 這個佛教和道家的東西的 那我應該要怎樣去做 很簡單 就是放生 做這些屬龍的人呢 今年呢 我跟你說 十歲開始 到二十歲呢 你最好放生呢 就放生五條鯉魚 早上八點半 不要超過下午兩點半 啊 不理男女 你可以放生 比去事業那裏呢 即是說不是事業啊 學業啊 我口快講錯啊 就是學業那裏 和健康的方面呢 比去新的一年裏便健健康康 那麼二十歲到三十歲之間呢 就放這個 又是魚 就是鯉魚了 鯉魚了 鯉魚不要那麼大條 一般一般就好了 一般那麼大條便夠了 明白嗎 就要放多少條呢 就九條 就長長久久 九會變六 六會變九 做甚麼呢 兩邊都很平衡 就是二十歲到三十歲的年輕 男仔和女仔的龍男龍女 那麼三十歲開始到四十歲來講呢 就坦白說 就要放鳥了 那麼放鳥要放多少隻鳥來講呢 一樣是要放九隻鳥 我剛才跟你說了九隻鳥 這樣放了之後呢 讓你工作上呢 有不好的東西呢 那隻鳥 因為他會飛四為飛的嘛 對不對 他有地方他就飛了 把不好的東西幫你帶走 好的東西就留給你 這樣放生的時候 是只有九點 不可以超過三點半的 要記住 那麼四十歲到五十歲來講呢 變成中年人了 有很多做工做生意的人 都會比較順順利利 這樣你就要去放魚 這樣放多少條魚呢 一共是放十八條魚的 大小沒有分別 不要買那麽大條的那些 那些泰國貴 一條幾十元 真是走路的 這樣搞法 你不需要買那麽貴的 十八條魚 希望你大展鴻圖 如魚得利 因為我剛才跟大家說了 今年呢 這個龍 龍藍龍女呢 在個鼠年裏面來講呢 做生意 做什麽都好 都有財雲亨通 因為鼠是幫你 那五十歲到六十歲呢 就是健康的問題 所以健康的問題 譬如做生意的朋友來講呢 這件事呢 你一樣要去放生 放什麽呢 放草籠 什麽叫做草籠啊 就叫做草猛咯 你買十元或者二十元 就可以放生 這樣放生的時間是早上十點 不要超過下午三點半 依然是這樣 你明白沒有嗎 這個五十歲到六十歲的 這樣六十歲到七十歲到八十歲呢 你們呢 你們呢 最好呢 依然是放雀 就放九隻麻雀 你明白嗎 放生雀有兩三種的 有些是放白甲 是可以的 有些是 放火狗 即是我們叫做薄菇 都是可以的 還有放生雀 都是特別小隻都可以 還有放麻雀都可以的 那麼九十歲到一百歲來講呢 我們放多少個雀呢 依然是放十一隻鳥 就早上八點半 即是太陽是七點四十分 就會看到升天的了 我先跟大家說一聲 這樣八點半早上 放生來講呢 不要超過十二點半 九十歲到一百歲 所以大家要明白 好了 在這裡我跟大家說的事 這麼多先 要記住 如果沒有宗教信仰的人 可以用放生來代替 而不是聽人說 有些人就說 我帶了水晶 會催黃我 還有帶了很多 即是臨審的東西 例如皮丘朱鏈 天朱皇帝木之類的東西 很多人帶了我 會很旺盛 會幫到他 也有很多人是幫助不了的 都要看你自己的名格 和五行的 那麼一般上放生來講 就由你們自己去決定了 好了 熟龍的朋友 希望你今年大展行徒 身體健康 還有什麼想問我 我跟大家說多幾句說話 我就要休息了 未併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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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不可以連放生 沒有方法 很簡單 不需要放生 你只不過拿白米 很簡單 拿米 你可以拿米來洗澡 甚至乎你可以去到公園 在日本公園 有些自由的池是有魚的 你可以買些糧食來餵魚 都是叫做善事的 明白嗎 好 還有什麼沒有 因為時間太過長了 肖千汪 師父你好 我是1959年的豬 想問我的健康很差 半夜身體很痛 痛到不能睡 大多數痛的時間比較多 好的時間比較少 因為你好 因為你這個 我跟你說 你的是老人病 因為你四位都有風濕 關節炎多少 和血筋所阻塞 而導致你的手有麻痺 和頸椎都有問題 和腰骨酸痛 你的背部衣服 的餅骨都會不舒服 和手有麻痺的積著 這個是老人病 如果有機會過來我回所 我幫你通通你的血筋 你會整個人不同 好嗎 好了 今天大家講字這麼多 好嗎 下次我們再見 因為這幾天我會回到馬拉 回到馬拉 我會繼續幫大家 再講一講十二生肖的事情 遲些我都會講完十二生肖 我會和你們講一下星座的事情 好嗎 OK 這樣我和大家 今天交流到這裡為止 你明白嗎 到時我會和你們講 龍的十二生肖 十二生肖的 有什麼事情我和大家分享 OK 好了 拜拜 後會休期 拜拜